大家好,我是邦邦 今天介绍高分科幻电影X战境天启 故事向我们展示了 地球上第一位变种人天启是如何沉睡又是如何苏醒 并且召集了天启四骑士想要毁灭地球 而最强五级变种人秦可雷是如何阻止他的故事 影片开始在3600年前 这位长相怪异的便是历史上第一位变种人 我们可以称呼他为天启 既然是第一位变种人 那么实力必然是很强的 天启经历了无尽的岁月 通过身体嫁接的方式来吞噬不同变种人的超能力 而这次嫁接的对象则是一名身体能自愈的变种人 如果仪式成功 天启就能获得他的超能力 还能恢复青春 随着阳光的照射 能量也涌入了祭坛 转换仪式正式开始 没想到却出现了一伙反叛军 并且摧毁了整个金字塔 为机关头天启的手下利用自己的超能力 为新的身体施加了一层保护罩 但天启也进入了沉睡 回到1983年 通过上期视频我们得知 历史已经被改写 所以大家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 万瓷王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有了自己的家庭 这天工作的时候 同事险些发生意外 他用自己的超能力救下了这名同事 但自己的身份也暴露了 回家后他打算和家人离开这里 妻子却告诉他女儿不在家中 警察找到了万瓷王 并且用女儿的性命威胁他 不料无意间孩子释放出了自己的超能力 看来他能控制动物 一名警察受到惊吓后 失手杀掉了妻子和女儿 万瓷王出手也杀掉了所有人 不得不说自己的命运真是坎坷 父母没了 朋友走了 现在的家庭也破碎了 自己还再次成为了政府的通缉犯 另一边X教授的变种人学校 也开办的有模有样 学生们在他的教导下 也学习着如何利用这些力量 另一边中情局的一位女特工 来到了一座地下墓穴 没想到里面的人都是天启的信徒 但由于他的闯入 导致阳光照射了进来 激发了图腾 天启也再次苏醒 既然他被称为天启 那自然少不了所谓的天启四骑士 他先是找到了暴风女 处理了一群人类 暴风女也傻眼了 这家伙出手也太狠了吧 接着他通过触碰电视 了解了现在地球的背景 在天启的帮助下 暴风女的能力也得到了强化 第二位则是 可以把能量转化为武器的灵蝶 同样也得到了强化 第三位是拥有翅膀的天使 天启把他的翅膀 也改造成了金属的 最后他们找到了 陷入悲伤的万瓷王 他把万瓷王带到了母亲被杀的地方 痛苦的回忆也再次被唤醒 万瓷王也决定和天启一同毁灭人类 而自己的超能力也得到了强化 瞬间就毁灭了童年阴影的集中营 X教授找到了女特工 知道了天启复活的事情 他们回到学校 X教授利用脑波放大的装置 联系到了万瓷王 希望他放下仇恨 不料天启却进入了他的脑海中 他借助X教授的力量 把全世界的核武器发向了太空 这样最大的威胁就没有了 随后天启一活人传送到了学校 带走了X教授 雷射眼的哥哥想要阻止他 却引发了学校的爆炸 这一刻时间仿佛停止了一样 原来是快银出现在了这里 他利用自己的超能力 不断解救着学校里的学生 爆炸在他的眼里就像禁止了一样 可惜的是 由于雷射眼的哥哥距离爆炸点太近 所以没能获救 军方的直升机来到学校这边 抓走了快银等人 雷射眼擒个雷也混进了飞机 他们所在的正是一所研究基地 这里关押的都是被改造的变种人 三人放出了被改造的金刚狼 这也算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而金刚狼一个人就处理了整个军队 最后由于秦葛雷唤起了金刚狼的回忆 他也逃离了这个地方 大家登上飞机前去营救X教授 而天启不惜毁灭了一座城市 建造了自己的城堡 万磁王也开始控制着地球上的磁场 世界各地都受到了破坏 再这样下去 人类就会全部完蛋 天启告诉X教授 我吞噬了很多变种人 但你的超能力却是我从没有见过的 看来天启打算再次启动仪式 获得X教授的能力 伴随仪式的开始 就看X教授的头发 也是掉得一干二净 X战警们也和天启的手下展开了混战 危机关头夜行者找到了X教授 并且带走了他 所有人在他顺移的帮助下 也回到了飞机上 不料却遭到了天启手下的破坏 无奈之下几人只能躲在附近 快银再次出手 但怎么可能是天启的对手呢 模型女为的旧快银也被抓了起来 X教授为了阻止这一切 选择进入天启的大脑 因为刚才的仪式虽说只完成了一半 但两人还是能互相进入对方的大脑 但X教授还是低估了天启的能力 就看在精神领域中 自己的力量越来越小 不断被天启侵蚀着 危机关头万瓷王再次出手 选择帮助大家 X战警们也重新返回了战场 但天启释放的保护罩 大家根本攻不进去 而由于雷射眼不能稳定自己的超能力 也被天启困了起来 这样拖下去 大家早晚会死在天启的手中 精神世界里 X教授告诉他 你永远不会获胜 因为你只有一个人 他呼唤秦格雷 让他释放自己原始的力量 就看秦格雷也出现在了精神世界中 并且释放出了凤凰的能量 摧毁了天启 而现实世界中 天启的身体也遭到了破坏 暴分女也选择帮助X战警 随着秦格雷凤凰之力的释放 天启也完全被消灭了 世界也恢复了和平 秦格雷和万瓷王也一同修复着学校 而万瓷王也放弃了X教授的挽留 选择展开一段新的生活 X战警天启 向我们展示了秦格雷强大的力量 也让我们见到了天启恐怖的实力 还看到了万瓷王悲惨的遭遇 面对老天的不公 最后他不得不选择复仇 但在他身上 我们也发现了那一丝的温柔 这也是为什么X教授 会是他一生的朋友 那么下期我们将揭开金刚狼的回忆 在狼叔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是邦邦 我们下期再见